在香港修理风波中,暴力活动一度渗透校园。 2019年11月,香港理工大学被非法示威者占领,校园遭到严重破坏,学校停课。 1月13日,离大新学期如期开学,校内运作基本正常, 示威者留下的攻击性武器、砖块等杂物已被清除, 为部分教学楼基设施仍在维修,暂未开放。 2019年11月13日至29日期间,由于监视威者占领理大, 并一度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,校内受损极其严重, 警方将理大包围封锁长达16日。 事件过去两个月,理大1月13日复课,校方带领传媒入内参观校园修复情况。 记者看到,校园内多个出入口说有入闸机, 仅供学生及教职员拍卡入内。 据工作人员介绍,校外人士可提前进网上登记, 或在门口办理登记手续后进入校园。 校园内运作基本正常, 一些空地机型车道原本堆砌的砖块、头盔等杂物已被清除, 墙面及地面的涂屋均已被清理或重新游漆, 但仍有隐约可见的字迹。 占领期间,餐厅是受破坏最严重的地点之一, 当时的卫生状况相当恶劣。 13日早上7时半,餐厅正式重开,供应各式食物, 有师生入内用餐,校方曾已经过撤离消毒, 并通过专家检测,确定卫生状况符合标准才开放。 不过部分教学楼及校内设施仍受损严重, 暂为开放,被木板围封。 儿童往香港铁路洪宽站的入口已关闭, 校方指出,这一处当时杂物堵塞最为严重, 加之曾遭火烧,因此仍在施工中, 希望能够尽快开放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